问题是新诈骗也是用官方管道发出的 我们网络消费 下定时网站会跟银行要求发出简讯认证码给消费者 不小心上了诈骗网站 诈骗网站也是跟银行要求发出简讯认证码给消费者 只是收了钱不给东西 不然就是其要求银行发出简讯认证码的消费金额 不对 消费者只要目看清楚 就会给诈骗网站输入简讯认证码 诈骗网站就能收到超额的消费金额 这是新型诈骗 要小心注意简讯认证码上所写的消费金额